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3月17日 北京外交部宣布 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月20日至22日 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一般认为在乌克兰战争引发的 东西方紧张局势加剧之际 习近平高调访问俄罗斯 显然表明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支持 这次习近平去俄罗斯见普京 要谈的事情 第一件肯定是北京跟俄罗斯联手 对抗美国的事情 前几天3月15日至19日 北京伊朗俄罗斯海军在阿曼湾 举行了安全纽带2023海上联合军事演习 就是向美国和西方国家示威 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之前 北京俄罗斯和伊朗的军队举行联合演习 明显就是针对美国西方国家一种示威行动 表示出中俄一三国联合抗美的一种意志 另外北京又突然宣布 对全球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公司 进行处罚 暂停德勤北京封锁经营业务三个月 并罚款2.1亿人民币 北京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称 经过几次现场检查 人员访谈和听证会 当局发现德勤在2014年至2019年间 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审计工作中 存在严重审计缺陷 北京财政部声明还称 两名德勤会计师将被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 另有12人被行政处罚 过去北京对外资企业的处罚是很谨慎的 生怕吓走了外资企业 现在北京对外资企业居然罚款高达2亿多人民币 这就说明北京已经是破罐子破摔 不在乎要吓走外资企业了 上个星期路透社报道说 习近平将于下周访问俄罗斯的时候 很多人还表示不太相信 因为从一般的正常角度来看 习近平似乎没有必要这么着急去访问俄罗斯 要显得和俄罗斯的关系过于的友好 如果习近平想改善和美国西方国家的关系 当然就暂时不要访问俄罗斯比较好 而且还可以把是否访问俄罗斯作为一张牌跟美国来讨价还价 这次习近平的行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快 他上任之后 第三次连任之后 马上就是出访俄罗斯 不仅是要加强和俄罗斯的关系 而且也表示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看法已经不在乎了 他就是这个破怪的破摔 就是要和俄罗斯要联手和美国西方国家进行对抗 关于习近平这次去俄罗斯访问 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 习近平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将是有益之旅 合作之旅 和平之旅 在今天3月17号外交部记者会上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 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保持密切往来 博化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维持健康稳定发展 成功走出了一条大国战略互信 邻里友好合作的相处之道 树立了国际关系的新范式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将同普京总统就双边关系 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促进两国战略协作与务实合作 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重要大国 中俄关系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双边范畴 习近平主席 即将对俄罗斯进行的国事访问将是一次有意之旅 进一步加深中俄两国的相互信任 相互理解 夯使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 习近平主席反而将是一次合作之旅 推进双边各领域物理合作 深化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 助力两国实现各自发展振兴目标 习近平主席反而将是一次和平之旅 双方将在不结盟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基础上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构建多级世界格局 完善全球治理 为世界发展进步做出贡献 关于北京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援助的问题 或者是武器和军品援助的问题 王文斌说 中方历来在平等互利基础上 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展开正常的经贸合作 中俄之间的合作光明正大 坦坦荡荡 为的是造福两国人民促进世界发展 不受任何第三方干扰和胁迫 在军品出口方面 中方一向采取慎重负责态度 一贯依法依规对良用物项出口进行管制 同时我们一贯反对 没有国际法依据 未经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中方的立场和做法一以贯制 同一些国家在军售问题上搞双重标准 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交游的做法 形成鲜明对照 在中俄合作的问题上 王文斌说 中俄作为最大邻国和主要新型市场国家 两国合作韧性强 潜力足 空间大 中俄一贯本质相互尊重 互利供应原则 不断深化和扩大各领域务实合作 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习近平主席 访额期间 两国元首将围绕共同关心的 务实合作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双方将继续按照互相尊重 互利供应原则 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 共同维护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畅通 加强双方各层级交流 航实两国关系的友好民意基础 共同推动中俄合作 行稳致援 不断造福两国人民 为世界经济复苏 注入更多正能量 从北京外交部发言人 这个谈话调子来看 这次习近平访问俄罗斯 主要就是为了增进中俄友好 他并不是要去斡旋调停 乌克兰战争的停战 关于乌克兰战争问题 汪文斌说 在乌克兰问题上 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 站在对话一边 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不久前发布的关于政治解决 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 重申了习近平主席此前提出的 四个共同四个应该和三点思考核心思想 集中体现了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客观公正立场 中方的主张归结为一句话 就是劝和促谈 我们始终认为政治对话是解决冲突 争端的唯一出路 拱火地道 单边制裁 极限施压 只会激化矛盾 加剧紧张 不符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和期待 中方将秉持在乌克兰危机等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客观公正立场 继续为政治解决 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 北京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态度 基本上这些说法和以前都一样 他从来没有谴责过俄罗斯的入侵行为 都是一些空海和平的大话空话 而且还不点名的批评美国西方国家支援乌克兰 是拱火地道 是单边制裁 是极限施压 这就反映出习近平不但没有对俄罗斯的支持有所减弱 反而支持的态度比以前还要更鲜明 在昨天3月16号 北京外交部长秦刚与乌克兰外长通了电话 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之前 北京外交部跟乌克兰外长通电话 就是北京想对乌克兰表示一点安抚 北京继续向乌克兰发出信号 希望在结束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中发挥作用 但事实上北京是站在俄罗斯一边 根本不会帮乌克兰的 虽然外媒报道习近平将在访问俄罗斯之后 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视频通话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习近平已经放弃了斡旋调停乌克兰战争的计划 不会再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了 这也是因为美国表示欢迎习近平和泽连斯基通话 而根据北京的原则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美国越是希望习近平和泽连斯基通话 习近平就越不跟泽连斯基通话 北京的另外一条原则是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美国不希望习近平访问俄罗斯见普京 习近平就越要去俄罗斯见普京 根据这一次北京外交部发言人的讲话 习近平到俄罗斯的主要目的 是去谈友谊谈合作 而不是去斡旋调停乌克兰战争 或许习近平曾经有过 想要去斡旋或者调停乌克兰战争的想法 但后来发现 这个事情根本就是实现不了的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习近平在俄罗斯跟普京谈得火热 双方大谈战略伙伴关系 大谈各种合作 等到习近平和普京拥抱完了之后 双方秀恩爱完了之后 再回过头来跟泽连斯基通话的话 这也会让泽连斯基非常的尴尬 在这种情况下 泽连斯基也不愿意给习近平通话 因为这样的通话就是毫无诚意 就是一个忽悠人的事情 所以从北京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来看 这次习近平是铁了心 准备要一条道走到黑 要和俄罗斯普京联手 共同对抗美国和西方国家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